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表果然有皇室之风啊 言而有信 忠义厚道 我们以前真是错待他了 是啊 父亲 我也没有想到 刘表竟然这么讲义气 刘表今日之恩 将来我们必当加倍回报 待会江东后 你立刻把我们以前 缴获荆州的所有兵马 全部送还给他 再送他两千袋粮食 五百匹绸缎 以后逢年过节 婚嫁受淡 我们都要以礼相合 放 快 大家会到旁边去 父亲 不要乱乱 不要乱乱 我们小心 父亲 别跑 父亲 保护主公 保护主公 不放进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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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荆州兵袭起了我们 爹 爹 主公 不要混乱 用力滑降 冲出行道 诺 主公 你坚持住我 大家用力滑降 主公 冲出行道 主公 荆州军肯定在水下 射下了巨石 阻塞了行道 我们冲不出去啦 青春 登陆 跟刘表拼了 刘表 跟刘表拼了 主公啊 江东战船都已陷入绝境 他们是上天无路 陆地无门哪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 我们必须把孙坚父子 彻底消灭 绝望的刘后患哪 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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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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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爹 爹 你不能死啊 爹 爹 爹啊 别哭 爹没事 今儿你说得对 传过玉玺 果真带来了灾难了 今日此事有可见 世事凶险 任性 任性 我 爹 儿记住了 主公 我们快快登岸吧 爹 儿扶你上岸 儿啊 爹 不用了 爹今天就不陪你上岸了 我的绝儿啊 你才知不凡 将来 一定要好好辅佐 你的哥哥 爹 你放心 孩儿以后会好好辅佐哥哥呢 我们最可怕的敌人 不是刘彪 而是袁少 不久前我会为他出生入死 履历阵宫 转眼间 你才有 作是刘彪害我 爷儿啊 爹 那个传过玉玺 咱们不要了 咱们不要了 不要了 改日 把他转交给 转交给袁叔 让他们原室兄弟 向争取吧 爹 儿记住了 雀儿啊 爹 爹舍不得你 爹舍不得你啊 主公 你放心吧 爹 主公 不敢 再 把权带走 爹 主公 那你呢 主公 走 主公 主公 爹 主要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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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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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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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哟 呀 哟 哟 啊 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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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啊 拿下 拿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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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不好 珍州兵把主公带走了 驾 爹 爹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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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追啊 公子不能再追了 爹 爹 爹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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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已留下遺言 公子不能再追了 公子 放开 公子 公子 保护江洞要紧哪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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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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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主公三四 以大局为重啊 请主公三四 以大局为重 主公三四 以大局为重 王子 父亲 将士们已经收拾挺大 该启程了 父亲的尸首 现在还没有找回来 作为儿子 我如何向我母亲交代 我有何脸面 回去见江东父老 事已至此 我们只能先回江东了 待日后再找刘表算账 不找回我父亲的尸首 我誓死不回江东 公子 公子 我有一侧 不知可行否 荆州上将 皇祖被你擒货 我们 何不用他换回主宫的尸首 不过 许有一人为使 携皇祖前去 向刘表议和 如此才有可能成功 我去 公子 公子 你现在已经是江东之主 绝不能再陷于险地 还是我去吧 我是父亲的长子 如果我不去 刘表怎么能相信我们义和的诚意 闪开 他们杀了你怎么办 他们已经害死了主公 正盼望着斩草除根 一绝后患呐 一绝后患呐 公 我去 我也是父亲的儿子 我去跟刘表议和 他们总该相信我们的诚意了吧 不行 这种事怎么能让你一个小孩子去呢 公子 末将觉得 全公子的话有道理 首先 他是主公之子 足见江东成义 此外 只要大公子在 刘表断不敢加害二公子 因为 他们既害怕公子你复仇 也担心 激起天下诸佛的共怒 所以 以全公子为使 反而会安全 可 可全只有九岁呀 九岁怎么了 刘表那个老头 见了我这个九岁的娃 难道不惊讶吗 难道不敢动吗 难道 还怕他杀了我不成 嗯 全公子真了不起 句句说在点子上 我看哪 以全公子这样的才智 此行 必能成功 小匹 二弟 那你去吧 领命 城脯黄盖 莫奖戴 带领所有的将士 埋伏在荆州大营附近 接应孙权 遵命 带领 我们和江东之仇 永世不可解了 各地的诸侯听说 也会谴责我刘表 不仁不义啊 主公 事情已经做下了 就不必后悔 再说了 乱世之中强扯为尊呢 江东恨我们怕什么 他们竟此大败 已经不是我们 荆州的对手了 报 禀主公 江东派来使者请和 并送回皇祖将军 什么 使者 是 让他们进来 诺 主公 莫将 莫将回来了 江东的使者呢 孙奸之子孙权 拜见刘伯伯 你就是使者 是 多大了 禀刘伯伯 孙权今年九岁 九岁就来为许 真是可笑 好 禀刘伯伯 高祖皇帝九岁时 射死过一头金额猛虎 五弟爷九岁时 已经万公杀敌 我孙权无用 九岁时只能向刘伯伯请和 请伯伯赐还我弟弟的尸首 从今以后将都永远不向荆州复仇 这 主公 主公 江东姓拜 孙奸王命 妻子年幼 我们干脆战草出根 彻底灭掉孙氏家族 然后趁其不备 法兵直去江东 以臣王后大爷 刘伯伯 我哥哥孙策已经继承父位 领长沙太守 现在他不在三京都 早已返回江东 长军御敌 我明白你的意思 孙权啊 我要问你 你父亲死在我的手里 你江东军为何不来杀我 报仇啊 反而要来求和 禀伯伯 爹爹临终前交代过我一句话 什么话 爹爹说 刘伯伯有皇室之风 忠义厚道 是袁终逼着他们伏击我们的 要复仇应该找袁绍复仇 江东与袁绍势不两立 爹爹还说 为了江东的安危 我们应该与刘伯伯 画干戈为玉伯 两家修好和睦相处 你父亲真是这么说的 是 孩子 孩子 快起来 你父亲的尸骨我已经装链 你可以带回江东 我还要在江边设计 送别你父亲的英灵 新 新刘伯伯 这儿 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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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呀 大喜呀 相国的劲敌孙坚 在归乡的路上 突襟三金度中了金州军的埋伏 被刘表 杀死了 孙坚死了 死了 真的死了 当真死了 苍天幽眼 去掉了咱家一块心腹大患哪 在各路诸侯当中 孙坚是个英雄 只要他一死 嗨 中原的诸侯都是 租狗鸡鸭 我看他哪一个敢出来跟咱家作对 这回咱家可以睡一个 太平觉了 禀相国 在下有一言 压抑日久 如耿在喉 已经是 不途不怪 说 尽请相国 尽久武之尊 即天子大位 等等 你是说 想让咱家做皇帝 是吧 那能成吗 有何不成啊 自相国进京后 先是扫除功为奸党 成秦朝纲 福利新军 继而又剿灭袁绍十八路贼军 君臣是 无不恶手称沁 百姓无不望天颂养 正所谓 威威此功 功垂千古 强强英明 流芳万事 如果 如果相国不及天子位 其不有负臣民久乱而妄志之心吗 汉延绵四百年 气数已尽 早就应该改朝换代了 如今 放眼天下 还有谁 还有谁比相国你 更配成天即位 做皇帝呀 比如你的这份心 咱家是 极为感动 谁 只是 各路诸侯 如是听说咱家是做了皇帝 他们会不会记恨咱家 会不会起兵闹市 还有 满朝百官会不会认咱们天子 相国 相国 你多虑吧 自古以来 都是为帝者先坐上龙椅之后 再迫使那些不遵奉者为遵奉 不服气者为服气 如果相国想慎重从事的话 也可以分两步走 这第一 先遵奉为上父 进出用天子仪仗 第二 斥令以圣旨办法 这样一来 也可以看看各路诸侯与朝中百官 作何反应 之后再更进一步 即皇帝大位 这尚父是什么意思 就如同当今天子的爹 那理如你的意思是说 让咱俩先坐一下太上皇 然后再坐皇上 是吧 正是 好 好啊 这个名目好啊 李如啊 看来 看来你真是个好谋士 那就有劳你 来传达一下咱 不 要传一下上父的旨意 你说 咱见明日正午 要宴请各位百官并给他们 加官进爵 请各位百官通通普宴 请愿下宴请 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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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请愿 愿 愿 吾但历史 李大人 请请 吾大人 吾大人 吾胜吾将军 吾禀 吾大人 吾禀 李大人 请 请 你请 王大人 杨大人 王大人 王大人 刘大人 来 王大人 请 吾将军 请 请 请请 李将军 李将军 真是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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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套花了 真是好地方 真是无谓仙机 好啊 好啊 你看看 真是不错的了 好啊 好好好 真是漂亮 你看看董向头这片厮宅 都要壮丽十倍 哎 董向他为了造这座梅雾 调集了三十万民夫 耗尽了朝廷酷银 他还把宫女和嫔妃都调到这里 光他淫乐 此外他还在梅雾囤积了 决斗十佑二十年的梁雾 注射有八万金币 王大人哪 这梅雾虽说是风华雪月之地 可以是天下第一重镇哪 是啊 看来董向国 是要在这儿安享 人生极乐 哎 他懂贼不死 帝生大汉必亡啊 帝生 好 请 各位爱卿 袁绍的是八路贼军 被咱家是通通打垮了 贼将瞬间 也被咱西凉将士给斩杀了 各州的刺史太守们 纷纷上表称贺 中原大地是一片平安哪 恭喜相国 恭喜上父 恭喜上国 恭喜上父 上父平叛护国 臣是古今罕见 堪与日月同徽 臣张温敬送上父万寿无疆 哪里哪里啊 寡人只是和各位爱心同福同喜 寡人 上父为国见此书勋 足见天意所归 大势所趋 臣请求上父 成天意顺民心 改元开国集天子位 张爱卿 你觉得咱家做皇上合适吗 合适合适啊 如果上父不肯做皇上 反而是上武天意下父民心 那就不合适了 臣请求上父为国为民着想 集大魏创新潮啊 哎呦 张爱卿 你对咱家可真是一片忠肝义胆啊 那么这个事儿各位爱卿 是怎么看的 义父 张爱卿 劝咱家做皇帝 真可谓是一片忠肝义胆啊 啊 臣只是不必荣辱 直言尽忠而已啊 可不知道 你这副忠肝义胆 取出来 下酒如何呀 来人 在 打下 诺 尚父 臣无罪呀 尚父 臣忠心耿耿啊 尚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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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爱卿 尚父 可暗地里却勾结袁氏兄弟 想取咱首级 这不 刚刚袁氏有密信来被咱少计劫住 不知道在座的宗爱卿当中 还有谁像张温那样 表面上忠顺 背地里却勾结叛逆 图抹取咱首级 有没有啊 有没有 有没有 要是有的话 咱姐 可是 一眼就能看出来呀 它往北面上 上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 请啊 请 真好吗 真好 算不算 来呀 让司徒大人再饮三杯 依罪方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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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这是怎么了 小姐 叼瞻小姐 义父 亲手 我不是人 亲手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哪 我与亲手 我与亲手 我与亲手绝不 绝不良意 你 义父 我生不能杀你 我死 也要向你锁命 义父 是在诅咒董卓那个老贼吗 他不 他不但是个亲手 他把公卿搭着 把我 也逼成亲手了 貂蝉哪 我王云 本是书香门帝 三代为臣 忠义一世 清白平胜 可是今天 今天 今天我却满罪了血腥 而身为臣子 受禽兽之辱 却不能反抗 是天子蒙臣 我却苟且偷生 我王云连亲手都不辱我 我生 不如死 义父 你担当着新国新邦的大业 万万不可有亲生的念头啊 你看天子 他小小年纪 受了那么多的苦难 荣辱不惊 如果你撇下他一走了之 你在九泉之下 如何面对先帝呀 先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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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臣向你轻罪呀 老臣向你 祖父 祖父您真是等了 对 无妨 不够 何事 旅父前来拜见 不是 董卓 派人 冲卓人 不可 你都帝名 替大人 我的额 可 你呢 气 吕布是来送礼的 送礼 是给貂蝉小姐送生日礼物的 好 那就大汤拜茶 遵命 吕布 吕布 今日是你的生日吗 是 今天是小女的生日 这事连我都忘了 谈吕布怎么会知道 是你 是你告诉她的 说 你们有何苟且之事 义父 你 吕将军 我家主公请将军稍候 他这就出了 貂蝉小姐在吗 在 在 来人呐 给将军拜茶 义父恕罪 小女 小女与将军绝无苟且之事 那 她为何如此待你 禀义父 你 您没在家的时候 吕将军 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什么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她为何而来 上次在千都的路上 吕将军救了小女之后 就经常拖骨而来 每次 都带些米面 酒水 和绫罗绸缎 啊 我说最近家里不缺吃穿呢 原来是她送的 百官远远待毙 她吕布 为何独独送我呢 哎 啊 我明白了 原来你 女儿 请受老妇一拜 不认识 哎呀 义父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万万使不得 请起请起 女儿啊 你要不答应我一件事 老妇就常规不起 义父 我答应 我答应 什么事情 我全都答应 粉身碎骨 绝不推辞 求女儿 救救大汉 救救天下苍生吧 我一个弱女子 如何救得了大汉 和天下苍生啊 女儿啊 你只要答应一个救 就成了 要不然老妇 宁肯跪死 也绝不起身 我答应 我答应 义父 快快请起 女儿 老妇 想让你 喜欢上吕布 成啊 成不成啊 你说呀 成不成啊 小女 小女怕配不上吕将军 我糊涂了 我糊涂了 我老糊涂了 好 好真是天作之合呀 可是 这跟救大汉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 老夫日后会和你说的 这会儿 我得去会客 好 好